美国前总统川普确定重返白宫后 许多美国人就在想着如何往外逃 意大利有村庄大打一美金买房的方案 希望吸引美国人入住复苏没落的村庄 还有邮轮直接推出方案 抢打直接在海上住四年 不用见到川普 湛蓝的海洋洁白的沙滩 意大利萨迪尼亚岛是知名的度假圣地 岛上的三间小村的奥罗拉伊 为了挽救人口 吸引外地人一居寄出奇招 推出一美元约台币32.5元卖房方案 现在还瞄准不满川普当选 想逃离的美国人大打广告 村长直指美国人是复苏村庄的关键 希望他们大举入住 不过虽然房价一美元 买下后规定要在三年内翻修 费用合约台币68.4万到172万之间 算相当便宜 而美国住宅邮轮公司也推出全新快转方案 游客可以在邮轮上住四年 也是让部分美国人逃避现时 四年不用见到川普 快转方案住一年单人房 约新台币830万 双人房则要价破台币约1038万 旅程涵盖全球七大洲 共140个国家 不想玩四年还有一到三年方案 除了游乐设施 邮轮上有健身房 能够跳往大海见走 还有美容院提供按摩与美法服务 也能跟船员混熟在海上过完川普的四年任期 记得大家中文报道